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听到的是郑怡所演唱的《心情》 当他离我而去 外面有太阳 可是我心中在下雨 当另一个他出现 白云在徘徊 我的心也在犹豫 当结局出现戏剧 外面在下雨 可是我心中有太阳 当我看着你的眼 他给我温暖 也给我一点点感伤 啊 心情 心情 我用想想的心情 想想我自傲 是我有雨天的心情 雨天的心情 啊 心情 心情 我用假装的心情 假装你打电话给我 是我有晴天的心情 晴天的心情 可不可以有做云的你 帮助我隐藏自己 可不可以有不同的你 好让我表现我的心情 我的心 我的心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 四五年级的朋友 在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还记得当初这首歌是 哪一个广告 哪一种广告的 哪一种产品的广告歌曲呢 我到现在还是每次一听到 就会想到那些画面 然后想到他的产品 那来聊一聊我最近的心情吧 最近的心情 虽然说一直在下雨哦 但是呢 我觉得在心情方面呢 还是有一些美好的时刻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年少的时候 比较容易多愁善感 就是没有特别开心的事情 就保持不开心的态度的心情 年纪越大以后我越发现说 只要没有巨大的不幸发生 每天都应该很开心 所以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 人生的一个成长吧 就是你突然发现说 其实忧伤是一种本能 而快乐才是一种本领 那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一个 有本领的人 所以实时能够保持这一种 愉快的心情啊 那最近对我来讲 比较心情起伏比较大 这就是因为就之前 有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们 也都知道 我们家里面发生了一点事情 就是我父亲又再度摔断了他的腿嘛 然后在他回到家里面 来休养的这段时间呢 我母亲的失智状况 也变得更加的混乱啊 那时候呢 我就有听到了一些 比较专业的朋友的建议 他们就说你 呃 是不是应该要让妈妈去 遇照中心上一些课啊 那一方面呢 是让他有事情可以做 而且他喜欢人群 再来呢 就是这样子也可以减轻 呃 你们家里面的 包括你啊 还有呃 那个印尼的照顾妹妹 阿妮的负担啊 因为变成两位老人的状况 好像都蛮不OK的 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 要去遇照中心 当然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啊 如果能够排队排得进去的话 但我还是希望妈妈在一个 比较清楚的 比较好的状况之下 而不是在她最混乱 或者是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呢 把她送去遇照 所以我就稍微进行了一些调整 因为我发现呢 妈妈如果每一天 她没有持续的去走路 或者运动的话 她的头脑就会非常的混乱啊 然后她就会 个性好像突然变得很难 相处 比方说她明明中午十二点钟 才吃了饭 吃的饱饱的 睡午觉的时候呢 她就是可能不到两点 她就醒过来 然后就会很生气的说 为什么都不给我吃饭 为什么一点吃的 一点喝的都没有 这样子一直躺的是要干嘛 这样就开始生气 然后就跟她讲说 妈妈你已经吃过 她就还是继续生气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我就是要吃饭 她说好好 那你起来 你吃一点点心好了 像之前天气还比较暖和的时候 当她情绪比较稳定 我们有时候会给她吃一些小点心 或者是给她吃冰淇淋 她都很开心哦 可是当她很昏乱的时候 拿饼干跟冰淇淋给她吃 她只会更加的愤怒 她说我不要吃这些 我就是要吃饭 为什么不给我吃饭 这样 她说妈妈你真的已经吃过饭了 你现在就吃点点心 等一下晚上她要吃晚饭 她就说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废话 我就是要吃 其实会让照顾她的人觉得有点有点震惊 就是说 这是她本人吗 好像忽然之间她变成了另外一个相当强悍的 不讲道理的 然后很暴怒的老人家这样 那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我请我们的一个邻居的妹妹 她每天呢 下午的时候 就在我妈妈睡醒午觉之后 就带她出去走路散步 她们有时候走一走 坐下来看看风景 聊聊天 唱唱歌 然后这个妹妹超用心的 还带了那个画画的本子给我妈妈 那我妈妈有时候就会画画这样 她们就这样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然后回到家里面来 我妈妈就不会一直跟我们说她没有吃饭 然后她的整个生活调整的比较好 晚上也能够睡的比较好 白天的心情呢也都相当的平和 就在妈妈的状况都调整的蛮好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排队的日照中心就打电话来了 就说 现在可以准备让她来上课了 之前做一些健康检查什么的 那当然我们就是行礼如遗的去做一切 按表操客啊 去做一切应该做的先行的准备 但是从那一刻开始呢 我必须要坦承 就是我的心情就陷入了一种忐忑不安 还有一种很矛盾的愧疚感 我在想说 我已经照顾妈妈五年了 都是自己 当然就是 啊你有帮忙我们这样的照顾 可是现在突然要把她送去预兆中心 那是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呢 是不是因为我其实不太想继续照顾她 所以才这样甩锅呢 作为独立照顾者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愧疚感始终都是与我并肩同行的 变成我最好的朋友 他时时刻刻都会来 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做好这样 那就当然内心就会觉得很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想这件事情比较好 那后来呢 在昨天的时候 我现在应该说是前天 前天的时候 那个日照中心打电话来就说 要不要先让妈妈来上一堂课啊 看看她是不是喜欢这个环境 看看她是不是有上课的意愿 那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 就是一个所谓的媒合期 磨合期 不是磨合 那看看妈妈是不是喜欢 当然也让中心那边去看一看 评估一下这位老人家 是不是适合在中心里面 过这个团体的生活 所以呢 就把妈妈带去上课了 那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因为她是世上嘛 但那个小时对我来讲 确实是度日如年喔 我真的蛮能体会那种家长 把小朋友送去上学 第一天上学那种心情喔 我的孩子到底会不会哭闹啊 他会不会很不喜欢啊 那老师会不会不喜欢他啊 他会不会跟同学处得不好啊 他会不会很想念我啊 他会不会一直哭着要回家啊 就真的东想西想 好不容易一个小时到了 结果我去接妈妈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中心的人员 对她赞誉有加厉 哇妈妈真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老人家 温暖的 人很好这样 大家打招呼什么的 那妈妈在做那个手作课嘛 她说你等一下我接她出来啊 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进去 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那个日照中心 基本上只有老人家才可以进去 我们都不能进去嘛 好啦妈妈出来了 我就问她说 怎么样你觉得还好吗 她真的就是满脸带笑 说我觉得很好啊 我觉得很好玩耶 我觉得老师也很好 我同学也很好 然后从口袋里面拿出两朵 她折叠的纸花给我看 你看这是我做的 我说哇你很棒耶 你会做这个啊 她说对啊 然后我问她说 那你喜欢上课吗 当然喜欢啊 那你以后都来这边上课好不好 可以吗 她是有一种非常期待的 而且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幸运 可以来这里上课的那种心情 我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呢 就终于放下来了 然后我就在想 哇作为一个照顾者 真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那今天因为她的那个健康检查的数据都已经出来了 没有问题了嘛 那我就再度跟那个长照中心的社工联络 那社工显然很欢迎我妈妈 就听说她都做好了健康检查 就很开心说 那好啊 那没问题她可以来啦 那她那天上完课回去有没有说什么 我说有啊 妈妈说 你们都很客气 你们都很 人都很好 她很喜欢你们 真的吗 那个社工就说 那太好了 赶快送她来吧 下礼拜一就送她来吧 那我想说 会不会妈妈又说她不想去上课 我就跟妈妈说 妈你下礼拜要去上课 你要去跟你的同学一起上课 而且还有午餐吃 还有早上的点心跟下午的点心 那我妈妈就说 太好了 她就看着我跟阿妮说 我再也不是无业游民了 原来她 原来她一直觉得自己在家里面 无所事事 其实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跟她说 而且还会有交通车来接你 她说啊 怎么这么好 还有车子来接 整个快乐 好 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的 忐忑不安的心情呢 到这个时候 终于稍稍可以放下了 那对于照顾者来讲呢 怎么样能够寻找一个 让自己跟被照顾的人 都能够好好生活的方式 其实真的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亲力亲为 但是也许对照顾者来说 嗯 别的方式或许更好 只要我们清楚的知道 我们是怎么样的在爱着 我们照顾的人 那就够了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 是由阿信所演唱的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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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情意也真 我的爱也真 我的爱也真 原谅代表我的心 数落エ震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哦 切分 我的情不易 我的爱不变 愿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人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圳的一个心 长了思念到如今 你和我爱你永乐生 我爱你哦 切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先听到这个版本是阿信所演唱的 那这个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呢 其实也是之前相当轰动的台剧 《华灯初上》的主题曲哦 为什么会团放这一首歌呢 对 因为今天在我们第一个小时呀 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 旅读杂志 他们的封面故事是 《华灯初上燕旅行》 这个燕呢 不是燕子的燕 而是燕丽无比的燕哦 那谈到了台北 阿姆斯特丹 还有谈到了所谓的牙龙 帕塔亚京都跟南京的秦淮河畔 那今天呢 来到我们幸福哈列车的 就是旅读杂志的副总编辑赶文 哈喽赵文好 万娟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哦 真的你们这个点子非常好 我觉得很有趣 我认为它会吸引到另外一群 可能以前比较没有特别 在阅读你们杂志的人 哦真的 我们这次真的是有一点 打破同温城的这个心态哦 因为这个燕旅行 听起来就活色生香 我们这次就是从一个比较 这个风俗 或者说比较风月的角度呢 来探讨这一个古老的行业 以及它所衍生出来的一些 故事以及行程哦 对其实啊 因为我的硕士论文是写唐传奇嘛 我后来就有发现说 在唐朝的时候 其实有就是来自各地 不同的地方的读书人 所谓的士人嘛 他们去到了当时的首都 可能长安城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旅行 你知道那个旅行呢 就是到这些巷弄里面去 然后就去寻找当地的一些 很有名的倉机 但是这个倉机当然分成 各种不同的种类啦 有的是卖校不卖身 有的是卖艺 然后不卖身等等之类 那我就觉得哇 他们那个真的很酷 他们一边考试有没有 然后又一边展开 他们的艳旅行 对所以赵文 你这次在跟我们聊 这个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你也真的是我觉得 有够努力的 有类似于一个做 硕士论文的规模 在写你的这个专题 对你先引用了这一本 就是我也很熟悉的 就是王书努所写 也叫中国昌记史 先从昌记忧这些字 来让大家厘清一下的观念 对其实最早我们说这个昌记 原来都是跟所谓的歌舞啊 音乐啊这些的 我们说演艺事业有关联 当然从这样的一些 行诸以外的活动跟表现 就像曼娟老师刚刚说的 长安那些文人那些世子 在这些我们说花街柳巷之间 去寻找心灵上的抚慰 所以这好像已经形成一个华文化的传统 就是说在追逐公民的同时 也渴望抱得美人归 或至少从他们的这个身心当中 获得一丝慰藉 所以其实这个主题延伸出来蛮有趣的 你看这个演艺事业的 到这个各个各个方面的 这样的一些接触跟互动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那当然也随之开启了很多不同的旅行的内容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期的专题 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对而且我读到这 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我很熟悉 但是绝对有一些是我不知道的 比方说 你们有写到说 古巴比伦乃至于当代印度的某些地方 出现过乌昌或者是妙记 哇就是说他们可以为那个来朝拜的信众 提供宗教信服务 宗教信服务 其实我们就把它想象成 好像是天地之间的一种媒介 我觉得在一个比较宏大的观点里头 信就跟我们的生殖 跟我们生命的繁衍有关系 那这种动能就可以连接到 比如说这种大地之母的那种 很澎湃的生命力 所以你看在这些宗教场合 它其实从事这样的 我们说性行为 它本身是有一定的这个殊胜性的 那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出发 好像这样的一个艳语行 它就更加丰富 更加立体了起来 对没错 我以前读那个太平广记 读到一篇故事 我真的很震撼 我一定要跟赵文分享 他说有一个非常貌美的女人 她去到了一个城市里面 那她风华绝代 所以每个男人都要垂涎不已 然后都要去找她 她就是有个条件说 我可以跟你们在一起 没有问题 发生性关系OK 但就有个条件 就是你们回到家 要对太太更好 那所以太太也都觉得 诶这个也不错 所以也不会禁绝丈夫 然后她就这样子 几乎跟城里面 大部分的男人 都发生了关系 直到有一天她就死 他们就把她买起来 后来有一个得道高僧 来到他们这里就说 哇不得了 你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菩萨 但是她不活着 她可能已经死了 她就说她是谁 她就看看 就指着那个女人的本目 说就是她 然后挖起来 或什么 她的骨头 不知道怎样怎样 就是一个佛的那种样子 然后那个高僧就说 这个菩萨叫做肉身菩萨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故事真的太妙了 她用她的方式来度画世人 真的太妙了 所以我在读到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 好先来讲一下 在这个我们大家 比较熟悉的 在这个世界上面 有几个蛮有名 有几位蛮有名的 所谓厌贯群方的娼妓 他们也都跟这个历史 发生一些关联 没错 像我们这次就介绍给大家 比如说我们在一些 这个影剧当中 会看到的像李诗诗 超有名 超有名的 他当时这个明冻一时 甚至还跟皇帝之间 还有大才子周邦彦之间 我们可以说是一段 简不断理还乱的三角关系 对 那或者是说大家熟悉的日本 这个横冰玛丽 我觉得我第一次读到 她的故事的时候 也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 她也是早期 因为这个可以说 进入这个卫安所 为美军提供服务 那当时她就邂逅了一名军官 那个军官允诺说 在之后呢 她要把她接到美国 然后两个人要结婚 共度白首 可是呢 这个美军 这个衣方之后呢 这位军官就再也没有出现 但是这个横冰玛丽呢 她就日复日的在街头 还是书画得非常整齐 在等她的爱人 好悲伤 真的好难过 是的 OK好 还有像是那个韩国非常有名的 这个黄真一 她的故事也被拍成韩剧 是好像也有出小说 其实她也是一个就是 可以想象说这些青楼女子 她并 怎么讲呢 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 她并不只是受到压迫或者剥削 这么古板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其实这些青楼的女子呢 她常常在这个才艺方面呢 都各有各的展现 像黄真一也是 她也是凭借着她的这个才学跟美貌 吸引到很多的民流 这个民事与她交流往来 那也开展出很多的佳话 对 赛金花 有够有名的 她是在清朝晚年的时候 对不对 曾经是外交官夫人 对 我觉得反而是因为 她们出身底层 有很多的机会 去学习一些知识 跟新的内容 所以她反而会这个外语 会德语 那成为外交官夫人呢 据说呢 她也为当时的中国 挡下了很多 这个来自于西方列强的侵略 对 这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所以关于她的厌世 或者是关于她的意识 也是长久以来 我觉得是戏剧小说 最喜欢取材的一个故事 还有更多其他的资讯呢 我们待会再继续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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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才像开锅一样芬芳 贪婪的余欢 醒来的人不知去想 一所搭乘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旅读杂志的副总编辑甘赵文 赵文他们这一期呢 规划了一个我觉得好有趣哦 的封面故事 就是华登初上宴旅行 那除了从文学 从这个人类的文化发展里面去分析这种就是风月场合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昌 季 优他们的一些历史上面的改变之外呢 当然也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很特别著名的地点 那已经开放观光了嘛 林佳琪也开始了 我发现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在日本在美国开始打卡了 那我们就来讲一讲 哎 荷兰这个地方哦 荷兰我没有专门去过啦 但是我都因为转机的关系 都会在那边停留几天 每次停留几天都是在阿姆斯特丹 那不管跟谁去 反正只要是去了荷兰 我一定会有一个晚上 要特别去他们的红灯区逛一逛 真的 我刚才听曼娟老师分享 我觉得曼娟老师应该很有资格帮大家导览这一次 因为其实大家讲到荷兰 我们就想到的是地理大发现时期 荷兰就是以它的这个强盛的海军跟商贸而闻名 其实阿姆斯特丹在当时就是一个很知名的港口城市 大家晓得这种港口地方 它常常是人来人往 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商谷啊 或水手啊 那人多的地方呢 就有各式各样的需求 包括石 包括色 所以其实在这个阿姆斯特丹 它今天已经是一个性工作合法化的一个地区了 其实在当时几百年前呢 它其实就已经以它这种活色生香的烟花产业所闻名 所以今天呢 像曼娟老师说的 您去过这个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嘛 他们红灯区迄今还保留着 就是在那个地方呢 这应该用由曼娟老师来分享 更有感的感觉哦 这个部分我来跟大家讲 我刚才一直不断的跟赵文说 哎呀一定要去看 真的很好看 就是他们有一条大街 那条大街的 好像在河的两边 那两边呢都有 真的就是玻璃的橱窗哦 那那个玻璃橱窗里面都打着那种非常倚迷的灯光 然后里头的女生就穿着一些四隐若现的衣服哦 就最外面的这个主干道上面的女生都是高挑美丽 真的就是让你觉得说 哇哦 现在在拍电影嘛 这么漂亮这样 好那当然就是来来往往就会有很多人 像我们这种呆头呆脑的观光客 就是只能哇 那个好漂亮 哎那个好漂亮 我们有时候很无聊 坐在那边一边喝咖啡一边 我想帮他取名叫夏绿蒂 这种无聊的观光客 花名艺名 对 然后你就会看到真的就是会有男性去敲门 然后敲门之后呢 那女孩子就会探出头来 他们有时候讲两句话就散了 我想说嗯 这应该是议价没有成功啊 那如果议价成功了 那就那就会让他进来 进来之后呢 他们的窗帘拉起来 灯就关掉了这样子 那那那好 然后这个是主干道嘛 但那小的那些巷弄里面呢 又有来自全世界各地 有一些是亚洲人 有一些是有色人种 那他们可能因为不是在最最外面的主线道吧 主干道吧 所以他们的价钱就便宜很多 然后他们的那种非常急切的 想要今天晚上无论如何 一定要做成一笔生意的那种态度 也就跟外面那种优雅的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 对 我觉得听曼玥老师讲真的是勾起了 我想要订一张机票飞去阿姆斯勒探的信哦 因为我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也查到了关于这个红灯区的来历嘛 大家可能好奇说为什么是红灯 对 为什么不是绿灯蓝灯黄灯呢 其实有几个说法啦 那我们从最现实的面讲 大家去过菜市场没有 特别是晚上的夜市 他们照那个水果的光呢 常常都是用一些有色灯光哦 没错 其中这个红色跟人的肤色呢 特别的相称哦 所以这个红光一打在脸上身上呢 就感觉起来这个人的皮肤特别的娇艳 而且还可以遮掉一些这些伤疤 对对对 一些瑕疵 这有一种滤镜美化的效果 对 所以他们也是特别研究过之后啊 才会用这个红灯的 是的 好接下来这个我就真的没听过了 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叫做牙龙 发牙的牙 龙就是龙子的龙 鸡龙不是那个地名的鸡龙 关鸡啊关牙的那个龙子 是 所以牙龙这地方说起来 大家可能会吓一跳 就是全亚洲唯一一个合法的 所谓的性产业专区 对 不在泰国也不在日本 居然就是在以法治严峻文明的新加坡 他们设了一个专区叫牙龙 所以他们其实当时设立的理念 就是希望透过工部门的介入跟引导 让这些工作者也能够享有工作待遇上的保障 包括一些福利制度等等 所以这个牙龙区呢 其实早期它是一个 马来西亚人跟华人混居的一个聚落 所以如果你们是在白天的时候 来到新加坡的牙龙区参访的话呢 会看到很多古色古香的堂楼 看起来非常的像那种南洋华 华侨的那种居家的感觉 但是入业以后呢 这个地方因为它相对来说租金比较便宜 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些大牌档啊 或是这些小吃店进住了 那据说呢 他们这个性产业跟这些小吃店呢 互不相设 单向的这个巷弄呢 是以小吃业的营生为主 而双向呢 则是以这些性产业的服务工作者的据点为主 说好了 我觉得可能也是个意象嘛 成双成对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很特殊的 有石有色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其实我觉得晚上大家如果成群结队去 探险一番的话 应该也是饶有风味的 对啊 而且我看到你的描写 我会觉得说下次我如果有机会去新加坡的话 我一定第一个先去牙龙 倒不是为了要看那些风月的事情 而是因为看起来他们的这些餐厅 就是你说那个丹树的那个巷子里面 看起来好像都很好吃耶 对啊 有他们很道地的像那个肉骨茶 因为新加坡就是一个华阳杂蜀的地方嘛 还有一些华人的像福建面啊等等的 我觉得真的可以去这个地方尝鲜一番 没错没错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也去过的 就是泰国的帕塔亚 我看到这边我突然想到 对因为那是很多年前我去的 如今想来好像真的那个地方是有蛮多打扮的 很漂亮的 然后会对着路人或是旅客抛媚眼的一些女生 对啊 这个地方其实也跟美军的进驻有关 所以我们说嘛 这种军队水手多的地方呢 常常就会引发一阵这个飞射的浪潮 其实帕塔亚在半个多世纪前 它只不过是泰国领海的一个小的渔村 后来因为这个美军进驻的关系呢 在这个地方成为他们的休闲度假场所 那久而久之呢 就生成了这种所谓的地下经济产业 那到今天不得了了 帕塔亚已经是泰国非常知名的一个观光旅游设地 它一方面有这个美军的加持 二方面呢 它又有天然的资源嘛 像海滩啊 或者是这个小岛啊等等的 所以如今我觉得帕塔亚已经逐渐的从一个 相对来说夜生活丰富的场域呢 转型成为一个适合从事户外运动的 一个休闲养老的一个度假圣地 而且它如果从那个曼谷去的话 大概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了 所以它现在甚至于是举世闻名的养老必尽之地呢 哦 这个真的完全又触动到我的心 去那里养老 没想过 但是感觉是还不错的选择耶 是 因为我看了很多那YouTube介绍嘛 他说这个地方因为物价相对涟漪 而且在滨海地方 它的气候条件也比较舒适一些 是 所以其实也蛮适合作为这个养老退休的一个场所 那讲到泰国我们就不能不提一下 就是泰国的人妖 我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 那那个旅行社就很神秘地跟我们说 晚上要去看那个special表演的人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其实我们就是去看了人妖秀 那我第一次看到人妖秀的时候 我也是挺震撼的 我想说你确定他们是男的吗 你确定吗 你确定他们不是女的假装自己是男的吗 因为他们真的太漂亮了 真的我第一次去泰国 好像大家那种老派约会的行程 都一定会抬人妖秀或其大象 十几年前 对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 应该是说这个国家对于性别转换的这种包容度 可能强过很多地方 那这个人妖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正式的称呼 会称他们为跨性别者 大部分是这个男跨女的这样的 天生对自己的性向认同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倾向的 他们进行这个不一定要做手术 他就是一个男跨女的装扮 然后在这个表演场上尽情的发挥 他最亮丽的那一面向 那如今大家去泰国旅行 很多人还是会把所谓的人妖秀或是这种表演当作是一个必定要去欣赏的项目 指定项目就对了 OK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呢 其实也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非常的相应 那就是在我们的旅读杂志里面有提到的 白鑫勇老师的小说 金大阪的最后一页 那这首歌就是蔡琴所演唱的最后一页 在不晚闹人无补 何不尽罪人春秋 两夜有谁为我留 耳边玉玉情柔 走不晚红南绿女 看不尽人海尘封 往事有谁为我寻 红对花灯愁 我也曾透醉 在两情相约 像飞雾中的彩蝶 我也曾经心碎 云安然离别 云安然离别 哭到在路市台阶 红灯愁 也就也行 此刻该向他勾别 饮食男女 人之大 雨存烟 虽然话是这么说没有错 可是讲到饮食 大家津津乐道 讲到男女 就有一点点隐晦 或者是有一点点暧昧 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旅读杂志 旅读杂志在我们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就是华灯初上 艳旅行 艳丽的旅行 来到我们新华列车的 就是旅读杂志的副总编辑甘兆文 赵文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么多的 很特别的艳旅行 我们刚才讲了 饮食男女 所以饮食跟男女 总是好像是很难分开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饮食好了 对 我觉得大家在那个华文化的语境里头 对于饮食跟男女之间的连结 想必不陌生 比如大家去我们邻近的旺华夜市 走一招 标榜这个壮阳的啦 或什么样的料理 就在这个摊档之间非常的活动 生意也不饿 那其实讲到这个饮食男女呢 其实除了这个所谓的传统的催情的食物 像巧克力啊 像牡蛎啊 大家赋予他们很多的这种意涵跟想象 除此之外呢 其实在过去有一些这种 比较正式的宴席 往往也会跟这种 陪饰的文化沾上边 像这次我们其实就推荐了两间餐厅 他们过去 一个是以酒家菜 酒楼菜为名的一个台湾菜的料理餐厅 一个呢 则是大家很熟悉的烟花女意大利面 我们请到意大利的厨师 意大利料理的厨师来为大家献身说法 为大家疏通一下饮食跟男女的关系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酒家菜 那现在当然我觉得你要真正找到 有酒家女的酒家菜 其实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 我今天一直不断的跟赵文 谈到过去的事情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都在天水路圆环那边转车 然后那个地方就有好几家 欧米林啊 欧月花啊 很有名啊 那时候都还有你知道吗 然后我早上很早搭公车 我在那边转车 顺便在那边的摊子 就吃一个什么肉跟饭之类的 跟我同桌的 永远都是刚刚下班的姐姐们 哇 真的是 真的也算是厌服不浅嘛 是不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 哇 真的很特别 对 一个时代风景 对 像刚才曼杰老师说的 虽然现在要找到 真的有酒家女陪饰的 酒家菜 的场合其实不多 对啊 但是像大家很熟悉的 也是今年刚获得米其林 一星肯定 跟绿星的这个山海楼呢 它其实比较特别 它是承袭日志时期的 这个酒楼菜的风范 予以复刻 为台湾菜找到了一个新的 一个诠释的这个角度 像过去大家谈到台湾菜 可能都觉得很家常啊 很随性啊 对 可是殊不知在过去 特别是日志时期 所谓的酒楼菜或台湾菜 其实是一个相对高档的料理 要在这种像江山楼 这样的一个名门的场合呢 才有机会享受得到 所以其实山海楼呢 它去研究了过去的菜谱菜市 为大家复刻了当时很多的 这个酒楼菜的一些品项 比如说我最记得一道扁鱼春卷 它其实是一道小点心 这小点心呢 它不只是摆盘上桌而已 它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承先启后 因为过去我们要这个 席开这个十桌八桌的 可能在座的并不见得都互相认得 那中间你想去上厕所啊 或想离席 恐怕还会不好意思 所以当时到扁鱼春卷上桌以后 就给大家一个暗示 接下来是一小段的 这个中场休息时间 如果想要去洗手的 去自电的呢 就赶紧利用这个时间 这有它的一些文化 原来是这样的 对对对 很微妙里面有一些 九楼菜的这种文化 值得大家省酒 没错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些菜 我也觉得真的是 非常的费功夫 比如说有一些所谓的套菜 有没有 对 就是鱼的肚子里面 还有别的东西 还装了别的东西 这种做法也是很特别的 是 我还问过那个厨师 他说其实大家知道吗 我们现在去吃这种 九楼菜或九席也好 常常第一道菜都是这种大平盘 为什么会第一道菜都那么澎湃呢 对为什么 他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象征了 台湾人骨子里头那种 喜欢热闹缤纷 然后彼此团结和谐的那种气象 所以你看西方的这种 前菜都是很小盘的 个人主义式的 没错 这种小碟 但是中式料理或是台式料理并不一样 我们喜欢的是热闹跟气氛 一上来就像振折住你这样 对对对 其实这也是九楼菜的一个特色 就每一道菜 它背后都有一点 这个文化故事可以去挖掘 真的太有趣了 好 接下来就要来分享一下 这个我很喜欢吃的 烟花女意大利面 对 这道菜呢 其实光名字就引人瑕疵嘛 我当时也是被这个菜名所吸引 因为我知道烟花女意大利面 其实在整个意大利料理里面 算是口味调制的比较浓重的 没错 一道菜式 那关于它的起源也是众说纷纭 那有一个说法是说 它发源自这个意大利的 伊斯基亚岛这个地方 据说过去呢 这个现在我们去餐厅都有 所谓的last order嘛 最后的点菜时间 对 但是当时呢 有时候客人是在快要打烊的时候 才这个上门 那就跟老板说 随便什么样东西 给这种这个烟花女吃的 我都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厨师就急性的 用手边剩下的料理 炒了一道这个滋味非常浓重的菜式 就叫做烟花女意大利面 结果真的好好吃 我一定要说一下 因为它是以酸豆橄榄 蹄鱼都是我很喜欢 还有大蒜 所以它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大块的肉啊 或者是什么珍贵的食材啊 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吧 把它放在一起 它再加上这个深红色酱汁 有时候还就是带着一些辣味 对对对 它就好像有一种 怎么讲一种挑逗 一种撩拨的那种味蕾的感觉 对啊 所以其实这道菜呢 就是有它背后的一个传奇意义啦 嗯 没错没错 好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免不了还要再来讲一个就是 我发现我问人家说 如果 开放了 你是哈日族 你会最想去哪里 结果我发现大家都会讲京都 是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来聊一下 因为京都我们都知道会有异记嘛 有些人就是特别会到那个异记 出没的地方拍照 但是我们是否知道异记跟武记是不一样的 然后异记是 卖异 但是不卖身的 这些事情我们可能不见得知道 对 其实大家对于异记 好像有一些这个美丽的误会 就觉得他好像也跟所谓的游女或者花魁一样 其实传统上异记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嘛 他们从小就要接受这样的 包括茶道花道 就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熏陶 对 所以他其实是被作为一个异能工作者 展现文化那种极致之美 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出现的 对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京都街头 有些人会去寻找说 有没有办法遇到异记 但是常常我们也会分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游客 这个装扮的 装扮的 还是说他其实是武记还是异记 其实我觉得从他们的外表就可以略亏一二 武记跟异记其实是一个表演工作者的两个阶段 在比较年轻或是学艺还未成熟的时候 我们是以武记这样的身份来称呼这样的表演工作者 通常他的扮相比较华丽 穿的和服的颜色 或是他这个衣领的色泽 或是他的法饰 都是比较花俏的一个款式 可是当你进阶到一个异记的身份以后 你的衣服开始有一种约恋成熟的美了 因为你不再需要靠这些外物去烘托自己的气质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服装的华丽与否去分辨 这样的一个表演工作者大概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好 现在终于知道了 我也是胡乱在街上拍了一堆 我也不知道他是异记还是武记还是花魁 反正看到这种穿着这个传统的日式的服装 然后化妆化得很整齐就排排排到今天 从今天以后大家应该就比较清楚的知道 如何去分辨了 那当然我们台湾还有很多比方说像调通这样的地方 那种地方都是以前小时候爸妈都不可以去那里 那里很乱这样 然后到了现在我就会觉得那里真好玩 那里有好多好好吃餐厅 真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的华灯初上宴旅行 其实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虽然说我跟赵文已经很热烈在讨论 但是还是有太多没有办法提到的事情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不妨来 好好地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期的旅读杂志 今天也非常谢谢赵文 我们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内容 谢谢你 谢谢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梁静如所演唱的 温柔 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们一会儿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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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